今天我想和你谈一下维生素D如何帮助减少自身免疫性疾病 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许多朋友没有清晰的概念 那么接下来我就先介绍一组疾病 你可以先看一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第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那么在这种疾病当中,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攻击自己的关节 导致关节发红,发热,酸痛,以及僵硬 最后导致关节的严重变形,还有残废 和骨关节炎不同 骨关节炎通常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问题 但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可以在20岁30岁左右就出现 第二个,风湿性多肌痛 这是一种肌肉和关节的炎症性疾病 它的特征就是颈部、肩部、宽部的僵硬和疼痛 持续几个小时的沉浆非常的常见 那么疼痛的发作可以是突然的或者是渐进性的 它会同时影响身体的两侧 第三个,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这包括格雷夫斯病和乔本甲状腺炎 它们两个都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 格雷夫斯病会导致甲状腺功能的抗劲 会让人体产生过多的甲状腺激素 就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容易发怒 肌肉无力 睡眠出现问题 心跳加速 耐热性变差 拉肚子以及体重减轻的问题 乔本甲状腺炎则相反 它会让人体产生过少的甲状腺激素 你会出现体重增加 无法耐受寒冷 容易感觉到疲劳 脱发 以及出现甲状腺肿肿大的问题 第四个 银腺病 又叫做牛皮血 这是一种皮肤病 会导致皮肤出现又红又痒的 像鳞片一样的斑块 那么最长受影响的区域就是 前臂 小腿 肚脐 还有头皮 如果你正是这些疾病的受害者 你应该很清楚这些疾病的特点 它们进展非常的缓慢 让人痛苦 而且无法治愈 当然 有这些疾病的朋友 很多 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 也远远不止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四种 还有异性糖尿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 多发性硬化症 严重性肠病 恶性贫血 等八十多种 那么什么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呢 简单的来讲 自身免疫性疾病 就是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攻击自己身体的一种疾病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应该是用来抵抗细菌和病毒 这些外来侵入者的 他们可以准确的识别 哪些是人体的细胞 哪些是细菌和病毒 由于某些原因 他们丧失了准确的识别能力 这导致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错误的攻击了我们人体 正常的细胞和正常的组织 导致人体的组织出现了炎症 银血病就是皮肤的炎症 内风湿性性关节炎就是关节的炎症 巧本甲状腺炎就是甲状腺的炎症 异性糖尿病 这是胰腺的炎症 好多人体为什么会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呢 原因很多很复杂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其实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分为两大类的 第一类当然是遗传因素 也就是你从上一代人那里得到的不好的基因 那么第二类就是环境因素 这包括化学物质 感染 饮食和肠道菌群的失调等等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大类因素 目前的研究表明高达70%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可能是由于环境因素所引起的 而且有的研究认为 环境因素要么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展中 起到了直接作用 也就是说 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环境因素 你就有可能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问题 要么是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催化剂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不好的基因 你可能也到50岁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但是你接触了这些环境因素之后 你40岁或者是30岁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那么回到今天所讲的重点 维生素D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大的关系 维生素D可以调节人体控制炎症以及免疫系统的基因 维生素D可以帮助减少自身免疫性疾病 我想通过一个最近的研究来让你明白这个问题 即仔细看完今天的内容 这篇论文是今年1月份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 论文的题目就是维生素D和海洋Omega3脂肪酸补充剂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这个研究在美国进行了5年多的时间 有25000多名50岁以上的参与者 当然参与者都是经过了严格筛选的 研究人员把参与者进行了随机的分配 分配到几个人数相当的试验组当中 然后分发维生素D和Omega3脂肪酸 以及安慰剂的这些参与者 但是作为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所吃的东西是其中的哪一种 研究人员知道 一组参与者接受维生素D补充剂 每天2000个单位 和他对照的一组人得到了只是安慰剂 另外一组参与者得到的是海洋来源的Omega3脂肪酸 1000毫克每天 和他对照的一组人得到了也只是安慰剂 在整个五年的研究期间 参与者向研究人员报告了所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然后通过医学审查并且确认了 参与者被确认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主要就是我今天视频开头所提到的四种 在研究结束的时候发现 维生素D这一组里面 服用维生素D的参与者当中 有123名确认了自身免疫性疾病 而和他对照的参与者 有155名确认了自身免疫性疾病 在服用Omega3脂肪酸的这一组当中 那些服用Omega3脂肪酸的参与者 有130名确认了自身免疫性疾病 而和他对照的参与者 有140名确认了自身免疫性疾病 总的来讲 在参加试验的这五年当中 使用补充剂的参与者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累计发生率 在试验中都是低于安慰剂组的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 体重指数较低的人 似乎可以从维生素D的治疗中 收获更大的益处 这可能是由于身体里面的脂肪细胞 容纳了太多的维生素D 导致它们无法有效的发挥作用 那么最后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 补充维生素D五年 无论是否有Omega3脂肪酸 都有助于减少22%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补充Omega3脂肪酸 无论是否有维生素D 都有助于减少15%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这两种治疗方法都显示出了 比安慰剂更大的效果 与服用安慰剂相比 同时补充维生素D和Omega3脂肪酸 有助于减少约30%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 较高的维生素D的摄入量 对帮助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 有最强的效果 Omega3脂肪酸 也能够降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 但是不如维生素D的效果好 虽然这个研究的结果非常的让人兴奋 它再次说明了大剂量的补充剂 维生素D给身体所带来的益处 尤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这方面 但是这个研究也提到了它的局限性 研究的结果可能无法推积到 年轻人的发病群体当中 虽然估计可能会在年轻人中起到一些作用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 2000个单位的维生素D属于更大的剂量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因为它超出了官方给出的指导意见 800个单位 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大剂量的维生素D 你应该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 权衡一下风险和利弊 不过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的话 2000个单位的维生素D所带来的风险 远远低于维生素D缺乏所带来的风险 如果你本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 如果你留意到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 你会注意到现在这个问题有多么多么的普遍 比如异性糖尿病 乳泥蟹 哮喘 克罗恩病 它们都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 大幅度的增长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看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 现在我们平均只有7%的时间是在户外度过的 跟过去一两百年相比 这个数字是在大幅度的下降的 这意味着我们真的接触到了越来越少的阳光 因此维生素D不仅是一种治疗干预 也是一个人获得多少阳光的标志 而且阳光不仅可以帮助你产生维生素D 阳光还可以产生近红外辐射 这可以帮助人体产生更多的退黑激素 帮助提高人体的抗氧化水平 我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你是准备通过维生素D来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 还是准备通过维生素D来改善自身的 已经存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你都需要认识到 获得充足的日晒更重要 维生素D并不能完全的取代太阳 如果你有幸能够看到这里的话 我还有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支持你的免疫系统 来对抗或者是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问题 第一个吃抗炎饮食 你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吃纯天然的健康食物 拒绝深加工食品 它可以帮助你支持健康的肠道菌群 并且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 如果你怀疑自己对面食或者是乳制品里面的蛋白质敏感 你可以尝试去掉这些食物一个月到三个月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引入 观察身体对食物的反应 有反应的话你就再次拒绝 没有反应的话 你就可以暂时接受并且继续观察 第三个 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接触到对身体有毒的物质 例如药物 食物 日用品 化妆品中的某些成分 有没有接触到大量微菌所存在的环境 有没有接触到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 有没有长期变对慢性的压力 第四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非常的重要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体育锻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第五个尽量避免吸烟以及过量的饮酒 减少自由基所带来的氧化损伤 第六个服用某些补充剂以及草药有可能会有帮助 维生素D和Omega3脂肪酸我已经说过了 还有姜黄 骨光肝胎 骨胺显胺 维生素C 白里露醇 β胡萝卜素等等 这些都可能在短期内或者是适度的计量下对你有所帮助 但是取决于你的免疫系统的敏感性 长期服用的效果可能无法确定 总之遵循健康而自然的生活方法 才是让我们远离一切疾病的基础 我是鹏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